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第三集的貓館 經過上次大家給了很多意見 就是我的麥克風, 嚴重出現問題的指指聲 我就fine tune 了 但希望今集能夠有好一點的情況 如果大家聽到指指聲, 麻煩大家跟我說 因為我有時未必會察覺到的 但現在的反應, 即是聲音應該會好一點 因為我自己測試過應該是好 就是這樣, OK, 我們繼續開始貓館第三集 有人提醒我呢, 要 save 多幾個檔 因為會壞的 好啦, 乖乖地 save 多幾個 好啦, 又去回這個地方 上一集, 沒錯, 這個就是裸體的貓耳梁 它已經一動又不動了 好啦,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回到外面 繼續搜索, 搜索, 搜索 對啦, 這些房間應該暫時沒有什麼特別 不動了, 走 好啦, 不如我們回到那個儲物室吧 好, 幸好房間都不太大 要不然呢, 要找... 做房間走, 即是... 拿你命三千 好啦, 繼續搜索 搜索 搜索 應該都沒有什麼特別 好, 這房間搜索完 不 又來到下一間房 好啦, 又去到之前曾經出事的房間 傳一傳檔 進入去 好啦, 那麼呢 這些, 看過啦 搜索在牆壁先 嘩 嘩 只是你的牆壁有一點遠遠的 好像要淋下去 被牆吸下去 哈哈 好啦 撕開牆子 神經病 嘩 竟然有腦 不知道有什麼呢 先傳檔 先不著急 好, 我們不如搜索一下 沒什麼特別 我們就闖進去 嘩 有個秘道 神秘的秘道 喂喂 又是那個小孩有走過了 好恐怖喔 突然間小孩走過 嘩 嘩, 這裡有 竟然有地方 要去 有一份紀錄 看看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經過節目多年 我終於成功了 等等我 我的女兒 爸爸馬上讓你 後面被屍掉了 究竟 這個爸爸 要把女兒 變成什麼 很緊張 很緊張 喂 我進了卡 還不讓我用 怎麼搞錯 吹水 騙了我 我的卡 太過分了 給我一張 credit card 我 很辛苦才拿到 那張 credit card 他原來就這樣 撞了我 怎麼搞錯 唉, 幾句糟 好, 全檔 應該還有些東西 還沒拿 那我繼續 繼續搜索一下 嘩, 抖了一抖 這間房間做什麼要搜索呢 應該都沒什麼了 要開都開了 先讀一讀 這個看過了 喂, 看過了 我不要再看了 好 好 很明顯 有一個管主 就是那個男人 反而是一個變態的殺手 把那些人 抓去做實驗 我覺得這個 實在是太過分的行為 這些地方都沒什麼 沒什麼事 沒什麼事發生啊 沒什麼事發生啊 沒有什麼事發生啊 這一個小孩 走來走去的小孩 不知道是什麼 這些兒童的毒物 毒物都不要看那麼多 大家 好多年生裙 這裡好多年生裙 這裡好多年生裙 是不是呢 好了 最後一間房 啊, 還有兩間房 好多年生裙 這裡 這裡 新進去是會GG 好像試過一次 放了一些雜誌 又不拿來看看啊 欸 櫃上面有東西 欸 我們有長間尺 GET 讓人或有GET 嘩 讓人或有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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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安啊 讓人或有GET 看看有沒有有 嘩, 可以用來潤滑什麼東西呢 潤滑一下照片 是不是潤滑一下頭 這裡可以鑽進去啊 嘩嘩 嘩嘩 伸進去 嘩嘩 死了 果然是潤滑不到頭 嘩, 好可憐啊 Game Over了 好啦 好啦 不要緊 Save load戰術是無敵的 嘩 好久沒有去那裡的廁所 先把廁所 Semi Semi的馬桶 這個廁所真好 好可憐心 嘩 窗戶 不如我們再爬出去吧 我明白, 大家都是這麼小的 為什麼一個爬出去 一個爬出去 一個爬出去 真的奇怪 嘩, 這些就是劇情 嘩, 走光了 那我還可以怎樣呢 潤滑劑用來做什麼呢 還有, 剛才我又入了一張卡 我又用來做什麼 啊, 潤滑劑不是潤滑那個 拉那個把手啊 因為那個把手太緊了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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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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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好 hand 嘩, 淋他 etwa, 塞utes 還有一個爬的 嘩呀 門打開啦, 好緊張呀 好啦,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的 我酬到好3あり 1 2 3 好了,進去了 喂,進去了這個地方 難道用暴力打不去 壓縮器 壓縮器出現了 壓縮器出現了 沒錯 壓縮器終於出現了 被我發現了壓縮器 好了,終於打開了 拉! 喂 好緊張 我已經進入了這個故事的尾聲 壓縮器出現了 什麼鬼 確定要進去嗎 先不要,熱個新鮮 哈哈 先熱個新鮮 確定要進去 好恐怖 全黨 覺得恐怖的時候 還有一個全黨 血淋淋的肉塊,很難聞 哇,肉塊 這麼恐怖 喂,房間就這麼小嗎 沒有了 喂 沒有東西發生 沒有東西觸發的嗎 喂,搞錯啊 看到肉塊嗎? 可以拿走肉塊嗎? BBQ BBQ 怎麼說的 我應該怎麼做呢? 這間房子什麼都沒有 哇 嚇死人了 出來見到一個紅髮的人 你是誰 幫,幫我 什麼 幫,幫我 這麼像那個 吃了一條魚 是不是就是拿魚吃的那個人 讀死了 阻止我爸爸 蛤? 你就是那個女兒啊? 你就是那個女兒啊? 我有看你的日記 我有追開你的日記 為什麼後面會沒有了 Bye 托了 我們Bye Bye 蛤? 閃靈啊 哇 出現什麼都不妨 覺得奇怪 明明覺得很奇怪 好了 現在呢 遇到一個閃靈美女 很明顯是管主的女兒 原來管主的女兒 是還沒死的 或者已經死了 剛剛是報夢給我 那 我覺得這件事很神奇 他們遇到這些東西 還可以繼續留在這間房子 好啊 他就真的走了 那我現在應該怎麼做呢? 應該再出去還有時候會觸發 沒事 沒事觸發 好了 再出去了 喂 沒什麼東西要觸發 怎麼搞的? 我應該去哪裡呢? 我現在手上的東西已經用得七七八八了 那女仔 那女仔 是不是跟房子有關係呢? 不如回去看看那個 凍冰冰的屍體 已經死了的貓咪 死了的貓女 來 進去看看 貓女還是不動 先睡一會吧 不如 有點眼睡 搞錯啊 現在已經去哪裡了? 雖然沒有 仔細一點 手就只隔一次了 我的劇情一次 不可以大招 那應該如何呢? 日結看過很多次 嘩 小貓捕牛 好,先扭屈肌吧 明明剛才沒有 現在有屈肌,我要重新再走一次監獄 真是麻煩 好,看看小貓報有什麼事 什麼都沒有,小貓報我又不知用來觸發什麼 擊鬼死 好,現在我什麼都沒有 我現在要去哪裡呢? 難道要把小貓報有加熱? 是不是加熱? 先關掉 唉,又重新搜索到次監獄了 好麻煩 水管連去哪裡? 是不是有些東西? 時有QK 也不是吧 好 好 好,正常你家我什麼都沒有 如果小貓報我會跟哪一間房間的隱藏呢? 會不會跟上面這兩間房間的隱藏呢? 嘩,又連貓之又說 哈哈 必看了 哈哈,他的反應好可愛 又看了很多次 喂? 為什麼變了? 為什麼變了? 只想專門的血印和貓走的痕跡 原本的四隻貓已經變成殘破的肉塊 真過分 這和羊口間發生什麼事 先傳檔 不如看看解荒的書吧 會不會有些新的事情發生 好 究竟我現在要去哪裡? 這間房間不斷發生 又不跟我說怎麼發生 是否回來這裡 蛤? 小貓報偶放在肉邊 你應該會知道關於肉的事 哈哈哈哈 失去你小貓報偶 頭好痛 蛤? 發生什麼事? 我們進入了另一個人的記憶 原來我的肉塊就是小妹妹 這個不是Micky? 小貓被受傷了 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看來沒有人幫忙 整天當然沒有人 乖乖我不會丟下你的 小貓報偶放在家裡 嘩! 這個光的家裡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哈哈哈哈 我經常怕這麼久 都黑咩咩 終於看到光的房間 好了 帶你媽媽回來 這就是日記上寫的東西 叫什麼號呢? 叫Micky 對了 我有預知能力 請多指教 Micky 嘩! 都不知道家裡是這樣的地方 喵! 這是秘密的Micky 他去世的時候遇到爸爸 第二個正著 爸爸最近好像很忙 嗯 希望爸爸實驗可以成功 Micky Micky where are you? 是否爸爸抓了Micky Micky Micky快點出來 啊! 看到了 請人就設定好了 哈! Micky呢? 杰姨啊 不是Micky 即是杰姨爸爸 咦? 怎麼可以知道這裡 因為我有鑰匙 哈哈 啊!Micky 哈! 杰姨!很危險啊! 不要進去啊! 開始進行壓縮 混帳! 快放女兒出來 哎呀! 壓縮完畢 他竟然把女兒和貓壓縮了 哎呀!這個爸爸真是不知所謂 太過分了 女兒 女兒啊! 跟貓的絲塊都混在一起了 這樣再行重組的話 不行 為了避免失敗 再之前要用其他活體實驗 對實驗 多抓幾個人和貓的話 結衣 再等一下 爸爸馬上就讓你活過來 原來 原來是整件事發生成這樣 結衣報夢 報夢讓我知道 要來了 快跑 嘩!要跑啊! 阻止我,爸爸 快逃 男主人來抓我啊!救命啊! 我要去哪兒啊! 看得到你又怎樣 那我就更不能 讓你們活著回去 哈哈哈哈 古蘭快跑 他給我保護 這裡很好人 先保護 救命啊! 救命啊! 我應該可以跑去哪兒啊! 救命啊! 痛! 古蘭沒事吧 這些時候 竟然M痛 哈哈哈哈 怎麼搞錯啊 這麼重要的時候M痛 喂! 還要走啊! 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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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跑 不用管我 我怎能丟害你自己跑 白啊! 一個人而已 兩個人怎麼好打過一個人啊 你這麼好抽古蘭 揍他吧! 好帥啊! 抱住了我 你還沒答應我的告白 不許在這地方死掉 聽到了沒有 梁太 快走啦! 我好重啊 不准放開我 抓戰 蛤! 突然可以逃離這房 哈哈哈哈 後來梁太抱著我 跑掉好久好久 腹部胃痛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消失了 M痛 是來得突然 也消失得突然 我們在貓館發生的事 全部都說出來 都捕了警 各位瘋狂的男人 已被警察捉住 屋裡手出很多貓咪 和人類的屍體 包括 艾夏 Good Ending 公主於世 太好了 我們終於來到Ending的時候 我們又回到這個開心的學校 梁太 和我梁太 點點點 之前的告白 點點點 我的答案是 點點點 好 沒有告白的 喂! 搞錯啊! 我的告白去了哪裏 好,謝謝你茶茶園 帶來我們一個非常精彩的遊戲 貓館 真的十分搞笑 到最後 沒有表白到的 這是一個漂亮的留法 留給各位讀者 去思考 究竟 會不會接受到我良心 Anyway 對於我來說 也是一個 很好的開始 去嘗試玩這類型的RPG Game 如果大家有什麼遊戲 想推薦給我玩的話 即管推薦給我 即管會試給大家看 不 我先試給自己看 如果OK的話 我再試給大家看 OK 就是這樣啦 不如看完片尾 看看有沒有發生 結束 嘩! 最後都要弄成這樣 喂! 完結了吧! 好啦! 今天的貓館 正式到這裡 各位朋友 記住記住 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 哈哈 就是這個啦 沒錯 記得按讚我的Facebook 按讚我的Facebook 再見啦各位 拜拜